蔡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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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没有自己在讲,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 看有鹏这么理解他, 当然是有鹏最好的男演员, 可能不是他最好吗? 谢谢 我当然有理由理解他们在这个时候互相的恭美啊, 因为他们是有平有据的相互的这个战略 对不对, 那么蔡琳对友鹏呢, 因为你第一次来中国, 刚才他也讲到, 就是说你很想有好的表现都对中国方面的一些同行 那么跟他的合作, 感觉顺手吗? 怎么说呢, 就是跟在韩国也好, 在中国合作也好, 就是加起来呢, 他觉得跟友鹏的合作呢, 男演员的合作, 虽然合作很愉快的男演员, 而且很通的那种感觉 只是他们之间的加上就是语言不通 所以他在中国呢, 他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虽然语言不通, 但是用眼神或心灵, 用真心去演一个东西的时候, 大家感情是会通的, 虽然语言不通 所以才有了对苏友鹏这位搭档的一个评价, 他, 蔡琳觉得苏友鹏是中国最棒的, 最优秀的男演员 因为友鹏呢, 他很努力, 他本身就有这种才能嘛, 在家他向的努力一定会成功 其实拍琴殿和阳门虎将的时候, 拍每一场戏之前呢, 友鹏和蔡琳之间都会有一些沟通 他们沟通交流以后才去拍 爱琴海, 我终于看到你了 爱琴海, 我终于看到你了 韩国美女蔡琳, 中国帅哥苏友鹏再度牵手迎评 情定爱琴海, 阳门虎将幕后花絮爆料 帅哥评点美女明星, 蔡琳大谈婚后小女人生活 敬请收看本期龙门镇, 友鹏自远方来 既然已经提到杨门虎将了, 其实我也挺关心的 因为, 这部戏里面对于你们二位来说, 都有着非同反响的第一次 友鹏应该说, 改变了以前的种种这个角色的扮相 这次, 这杨四郎这个角色呢, 应该说是一个很刚毅的一个男人 或者是说, 完全有别于你以前所扮演的很多角色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 对对对, 因为传统上在这个杨家这样的故事里面 大家还是都是以六郎为主 六郎对我来讲, 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很会持家的好男人 他跟以前的角色, 我觉得基本上突破不大 所以后来呢, 我们就跟编剧还有跟导演和他商量 就希望能够, 就是在这个杨家这么多孩子里面呢 哪一个人是, 其实他的经历应该很戏剧化 只是以前一直没有被人家发现呢 后来跳一跳就跳到了杨四郎 对, 因为他前期后期的变化蛮大 他就蛮 在小时候呢, 就很叛逆 很孤僻 很自傲 然后后来这个投降到辽国以后呢 就又变成一个大家眼中的汉奸 所以觉得他的这个挑战性很大 所以我们就决定把他加以发扬广大 但是对于你来讲, 这个角色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 在扮演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真正的给你带来很大的挑战 让你有时候甚至到了, 没有挑战 他后来都哭不出来了 怎么讲? 因为我们这个戏呢, 我觉得杨门虎将还是 都是以讲感情为主 其实我们里面这个, 就是武术啊, 动作部分 其实不是主要的 那里面讲了很多种不一样的感情吧 包括跟父母啊, 大家很熟悉的杨叶啊 还有这个舌塞花啊 对啊, 就是妈妈 还有我们兄弟七个人之间的感情 还有跟他的这种 爱的死去活来的爱情 对啊, 所以里面呢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编剧呢, 其实还是蛮贼的 他就是为了增加这个戏剧 戏剧上的这个戏剧的效果 对 他其实把各种东西都往那个最绝 最让人难受的那个地方去写 你知道吧 比方说我们就是 他会安排在我们两个就是 从一开始认识到感情最浓烈的地方 就发现啊, 原来大家彼此是 上一代是死对头 分别是死对头的那个儿女 那让我们的爱情就被迫一定要分开 然后呢 就是比方说一些在上战场 一定是在那个大家 兄弟什么感情最好的时候 然后就死的啊, 很壮烈这样 然后大家会觉得很揪心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演的时候也是一样 比方说真的 大家后来呢 那杨家的好儿郎你说上了这个金沙灘之役之后 他战死了就算 他偏偏一定要写一场 不要杨四郎来认识 哇 你想想看就多难过 等于我真的要经历一场就是 包括那些台词就是 啊,爸爸,哎呀大哥 我们可以再回去吗 什么大嫂啊,二嫂啊,三嫂啊 都还在,都还在家里等你呢 他台词又写特别的,特别的路骨 特别的那个你知道吧 揪心 对,揪心 所以我们在演这个,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一样 在演这部戏的时候 等于是真的经历了一次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情绪你都必须要投入嘛 而且对于你来讲 好像也是第一次武枪弄棒 起码啊,然后动作幅度很大 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一次拍武器 不过是第一次耍枪 是耍枪 枪很真难 啊 枪很难 枪很大支啊 你以前扮演过那么多角色哈 应该说也不少于 啊,这个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是有一点点根基的 不过枪因为真的 时日还是这个十八八五 应该最最后一招吧 就应该前面的都要学完以后才能学枪 枪很难 所以你简直 比其他很多演员要花了更大的功夫 说你一直在戏场外 当你没有戏的时候 你还在那练习 没有,练习最多是洋夜 就是那个狄龙大哥啊 我觉得他大概是很怕被儿子比下去吧 嗨嗨嗨 我怕他听看到了 我看到我 对,其实大家在开拍之前吧 都有做过一些这个武术上的训练 那我们这次的武术指导呢 其实特别的 喜欢演员真身上阵 就不太喜欢用替身 所以包括这个 你自己也不,尽量不让替身上 我是尽量希望用替身的 可是他不让 想夸你 没有,其实呢我们在这部戏里面真的我觉得 因为我们拍的时候刚好是冬天啊 就是刚好过年的前后 非常非常冷 所以我们每天还要亲自来做这些打戏呢 其实那时候身上都留下了不少伤 那我觉得对蔡林来讲 其实也是他 不只是他第一部古装戏就给了所有的中国的观众 我觉得也是他第一次拍武戏吧 他以前可能也看过一些中国的电影 或是一些电视剧里面 大家哇,飞烟走壁很厉害 可是这是他第一次亲身上阵 对啊,我就想问 对于刚才我们在讲 对于蔡林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听说是第一次拍古装戏 在这个之前啊,有没有揣摩一下 啊,中国的传统妇女的一些性格特点 我们看的,我们看的很多学习 就是看电视之后他就学习吧 是在韩国看的吗? 是在韩国看的吗? 是在韩国看的 韩国那边演的关于 中国这边的电视连续剧多吗? 有三个电台在播中国电视剧 哪个影响最深的是哪一集部? 韩国那边演的关于中国这边的电视连续剧多吗? 啊,环珠哥哥 啊,非常有意思 在韩国的环珠哥哥很有名 但是几乎大家都知道这部电视剧 你知不知道那部电视剧 对你的这个伙伴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环珠哥哥 据他了解就是说 环珠哥哥培养出了很多国内很多的名人 不光是有朋友还有你演员 很多演员都没有 美方说赵薇 赵薇是从那里面走出来的嘛 现在是大红大紫的 比方说我旁边的这位帅哥 不能说是通过那个 但是我觉得是一次你很重要的 转捩点 付出的机会 和一个等于你事业的一个新的登高 重新被认定为演员 对 我在看到你很多这个演的这个角色当中 就是说你也跟很多 呃 除了蔡林这个国外的韩国演员之外 你跟中国的很多女演员都合作过 而且你对他们好几个这个女演员啊 都有个不同的评价 比方说蔡林 比方说赵薇 比方说林兴如 比方说张娜 他其实呃 你双一座了吧 他蛮情绪化的 所以有时候状态是不太一样 不过比较多的时候呢 他是比较 比较闹的 比较活泼的 所以呃 对就是他 就是很灵活吧 总是自己就是 就很嗨 常常在一个很亢奋的状态 这样 没人打脸他他也这样 他他 他 他也进不下来 比方说他早上在化妆 可能明明休息的时间很少 可是在化妆的时候 他可能也会准备台DVD 然后他喜欢那个Justin啊 所以他就看到演唱会啊 然后自己带着耳机 不断带着那个iPad 就听音乐啊干嘛 他就进不下来 这样 对那在我演艺名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一个妹妹吧 是一个很可爱的妹妹 嗯这样子 那相较起来的话 我觉得蔡林就 呃 就呃 呃 比较有女人味 哈哈 哎呦 对 就比较有女人味 我不知道我跟蔡林有没有听懂这句话哈 或者是说有没有感觉到 为什么这么吞吞吐吐 可能在他的这个 还是很了解我 哈哈哈 哈哈哈 飞速的运转啊 嗯 对然后在呃 辛茹 辛茹因为合作很多一部戏啊 最近还有一部 之前去年拍的那个魔术奇缘 到现在都还没上 嗯 那跟他真的很熟很熟了吧 是 都有点像哥们了吧 我觉得 嗯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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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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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